第四十三回 林太平好心著雷劈 難不防被紅娘子暗氣射傷 生命誰偽 接著天空又升起一隻畫滿符號的風箏 黃玉看出 是紅娘子的同黨示意他 要救林太平 就要在天亮之前 趕到升起風箏的地方拿解藥 黃玉想想想 就決定撐住去一趟 那就劃分兩頭了 在升起風箏的地方 是一片山墳地 這裏風一吹過 死灰色的迷霧 就從墳堆上升起了 那誰說世上沒有鬼 現在就有一個像鬼般的影子 在山墳堆上攝來攝去 他臉是死灰色的 鼻歌 嘴巴被迷霧籠罩著 就剩下那對鬼火的眼睛 現在他這對充滿惡毒的眼睛 正慢慢地四圍望 每一座山墳 每一片積雪 他都絕對不肯錯過 然後 他眼裡剛才露出一絲笑意 沒人想像到這種笑意 是多麼惡毒 多麼可怕 就在這時 迷霧中又響起一串銀鈴的笑聲 紅娘子幽靈地出現在迷霧中 哈哈哈哈 都準備好了嘛 那個油魂那樣的影子 就點一下頭 除非人不來 來了就別死 只有命回去 紅娘子眼波流動 吹命符 你說他會不會來呢 哦 原來那個油魂那樣的人 就叫做吹命符 就是這幫人的腦袋了 只要他反問回紅娘子 他會不會來 你說呢 為什麼要我滑姐 你給我們了解他 紅娘子笑口吟吟地走過來 拿眼尾瞄著吹命符 哼 你現在還喝醋嗎 以為 我真的對他有意思呀 吹命符眼中的神情就更加惡毒了 他跟我們一起的時候 你一日 你一日都未曾陪過我呀 那你不記得了嗎 是誰叫我這樣做的呀 吹命符就不出聲了 紅娘子冷笑一下跟著說 你為了要拉攏他 叫我陪他睡覺的 啊 現在反過來怪我 你還有沒有良心的呀 沒有 猜不到你來不中都會說句老實話 你呢 我在你面前 什麼時候都是那句說那句啦 我如果不叫你陪他睡覺 你難道就真的不會去 還是一樣會去的 為什麼呀 哼哼 因為我喜歡陪男人睡覺 陪 陪怎樣的男人睡覺呀 除了你之外 怎樣的男人都喜歡 吹命符眼中惡毒的神色 好快就變為痛苦 不過眼睛反而亮了很多 紅娘子看著他就說 你問完說話還沒有 尤雲沒有出聲 實驚無神一手撿著他的頭髮 禮手出力一巴就掌到他的臉上 啪聲 還響個笑炮掌 你這個賤人 紅娘子不怕 又不生氣 反而笑得更加甜 我本來就是個賤人 知道你比我更賤呢 吹命符又出力 你刮了他一巴 紅娘子照舊還在那裡笑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不只喜歡我去陪別的男人睡覺 還歡喜問我 天天問我 這些東西 你都不知問過我多少次了 他媽的 呱吹 因為你喜歡聽這些事情 喜歡給我折磨 不是你們打情罵兆的時候啊! 聲音很奇怪, 就不像暈邊樹鑽出來那樣, 好像暈地下。 聽見紅娘子就說了, 哈哈哈哈, 原來赤鏈蛇鑽了入雪裡頭啊! 話音光落, 一塊人臉塞塞驚, 從地下的積雪毒隔了出來, 那塊臉更肉酸過死人。 只見紅娘子就說了, 下面怎樣的呢? 赤鏈蛇就說了, 很涼爽的, 哈哈哈哈, 世上涼爽過你那裡的地方, 真是打拿都很難找啊! 是啊, 你想不想, 鑽進來陪我睡覺啊? 啊! 只要你有耐心在下面等的, 我遲早一定會鑽進去的。 這時候, 吹命符就插嘴了。 哼! 可惜他對你沒有胃口。 赤鏈蛇這時候看著天, 就突然說了, 時候不早了, 你還是快點去死啊! 吹命符就說, 你說, 他會不會來啊? 紅娘子就搶着說了, 他一定會來的, 因為他除了對你們之外, 對別的朋友都不錯的。 吹命符擔高頭, 看著天, 曙光初現啊! 那世上的孤魂野鬼, 都已經到了應該回去的時候呢! 只要他說, 我都要去死啦! 紅娘子就加把嘴, 那你就不快點! 吹命符慢慢走開, 走到旁邊一座山墳道, 在袋裡扔了一個瓷瓶仔出來, 就放在墳頭上。 然後那個人呢, 突然出聲, 就消失在墳墓裡頭。 紅娘子跟著嘗嘆一聲, 暗暗沉沉說, 唉, 他如果永遠在裡頭不出來, 那多好呢? 赤鏈蛇就立刻問了, 有什麼好啊? 紅娘子蹲下頭看著他, 眼睛水凌凌, 喝聲細氣說, 那剩下我們兩個, 還不好嗎? 嘻嘻, 那就要等天下的男人, 死青江再說啦! 紅娘子一衝過去, 一嘟口水就吐到他的臉上, 嘻嘻, 你不是人來的! 顫 respected聲音, 赤鏈蛇就陰濕濕的笑來了。 呵呵呵 b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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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h, 說從一外就發表他就隱眉在漬雪裡頭。 紅娘子發了 Principal A couple years ago, 一排轉子沒有力氣, 好像突然有很多心事這樣。 過了很久, 那身形弱起, 很快就消失在迷霧之中 风吹过的时候 死灰色的迷霧就慢慢散开少少 天又是死灰色的 芳焚冷雪 没有人甚至连鬼都没有 就剩下一只画满咒符的风筝 慢慢飘了下来 这只风筝就是吹命符的标志 风筝一跌下来 创琼一片灰白 什么都看不见 黄玉一路慢慢走过来 他面上照着一点表情都没有 他就算好心惊 都不会露出在面上 那是的 如果受过他所受的痛苦和折磨 是人都应该学会将情感隐藏在心里头 情感就像烧酒那样 你藏得越内藏得越深 就反而越聋越坑的 现在就得他一个人来了 是郭大哈地背弃了他 还是他说服了郭大哈地呢 没有人知道 总而言之 大家都明白了 天下没有不散的延迹 无论多好的朋友 迟早都有分手的时候 人生最合本无上 是醉也好 是散也好 又何必太认真呢 天色朦胧 只总算有了点光 他走得虽然慢 只总算走到步了 人生本来就是这样 很多事都是这样 你又何必太匆忙 风照样好冬 冬得好像刀 他慢慢穿过山坟 不出声地数着一块块墓碑 那些墓碑有些打窒了 有些被风雪侵蚀 连字迹都分辨不出的了 墳墓里头的人是哪个 已经不再有人关心 他们在山的时候 一样有着光荣和羞辱 快乐和悲伤 知现在他们已经一无所有了 那你又何必将生死荣辱 时时刻刻放在心上呢 唉 黄玉轻轻叹息了一声 突然收着脚 因为他已经听到 红娘子的笑声 哈哈哈哈 我早就知道你会来的 你果然来了了 见到他了 就站在即雪的枯树脚 还是穿着那身 红当当的衣服 好像还是和第一次 见到他那时候这样的样子 不过细去的时光 不会再来 细去的欢乐和悲伤 就算还未遗忘 迟早都会淡忘的 红娘子一样 站在那里看着黄沪 眼神都不知是生气 是怨 是爱 还是恨 哈哈哈 你真是帮林太平来拿解药的 是 如果为了我 你肯不肯来呢 不肯 哈哈哈 红娘子听见黄沪这么说就笑得很凄凉下 你对别的朋友 为什么 在大地做我们的床 大地做我们的床 一個戀人,她的心真的能夠學著面上那麼冷靜? 紅娘子硬硬硬地看著她,有點濕。 這些事,我一直都記得,所以我才生你, 生你走的時候,連說都不說一聲,我生得你要死。 不過,如果你肯回心轉意,肯說一句話, 我現在就立刻跟你走,無論天涯海角,我都跟你走。 黃玉突然大聲說,我哪裏都不去。 她很大聲,似乎想將自己從夢中驚醒。 紅娘子咬咬嘴唇, 你哪裏都不去? 你為何又要來呢? 我是來拿解藥的。 除此之外,沒有其他原因是嗎? 沒有。 你不想來看我? 不想。 哼,紅娘子面色突然變青,青得好像一隻青蠍子。 你眼中的柔情物意不見了,出力吞腳就說了。 好。 解藥就在後面,你自己去拿吧。 黃玉禮轉頭,就見到墳頭那個瓶仔。 紅娘子說,這次我們給你解藥,是因為我們還幫你做朋友。 你拿了之後,怎麼會有這麼快,扯這麼快? 黃玉面上還是沒有表情的。 無論紅娘子說什麼,她連一個字都不相信。 她知道人家絕對不會那麼輕易就給解藥自己的。 不過她還是走過去,她就是要拿到這瓶解藥為止。 這瓶解藥如果在水裡,她就會跳下水。 這瓶解藥如果在火坑裡,她就會跳下火坑。 直說冷而柔軟。 黃玉走了六七步,一伸手就可以拿到解藥了。 她伸出手,那個瓷瓶很冷, 動得好像死人的手。 她拿起瓷瓶,自己的手比瓷瓶更冷, 因為她已經感覺到死的氣息。 有一雙手突然從墳墓裡伸出來, 點中膝蓋的環跳軟。 另一雙手同時在積雪下伸出來, 揮手射出兩顆韓星,射入了她的腳裸。 黃玉身不由己就跪下了,就跪在墳墓前邊。 然後她才看到,墳墓腳已經露出一個大洞。 哦,原來墳墓是假的,裡頭是空的。 聽見紅娘子銀鈴的笑聲響起。 哈哈哈哈,黃玉, 你現在真是哪裏都不用去了。 黃玉就跪在墳墓前邊, 面上照顧全無表情。 她很了解這班人,很了解這班人的手段。 她在那兒等,等他們使出手段來。 墳墓裡頭出之有聲啊。 你輸了啦。 黃玉認出,是吹命符的聲音。 因為吹命符的聲音, 好像在墳墓裡頭發出來一樣。 她只有認輸。 是,我輸了啦。 你知不知道,輸的是什麼啊? 我只得一條命好輸。 那你還有沒有其他? 你要什麼? 你不要那麼猛啦。 在棺材上伸手出來的, 要的是什麼,你都不知道。 知道,要錢嘛。 沒有錯,是要錢。 如果要錢,那你就找錯人了。 我從來不會找錯人的。 要錢的,本應是我。 在那盤數上,本應我都有一份的。 是,你應該有一份的。 你不過不應該把那四份都落了格嘛。 黃玉一聽就沒有出聲。 你聽著,面上的表情忽然變得很古怪。 聽見吹命符又說了。 哈哈哈哈, 那幾年, 我們大家的收入都不錯啊。 是嗎? 黃玉說。 是,幾好啊。 就只有我們五個人才知道, 我們的收入究竟有多少, 是嗎? 是。 就只有我們五個人才知道我們究竟, 收入了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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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是。 有沒有第六個人知道啊? 沒有。 那筆錢, 無論誰拿走, 都救他享受一輩子, 是嗎? 是。 是。 就算是很大小的人都救他享受一輩子。 但是, 黃玉, 你走了之後, 我們才知道, 拿到這筆錢來享受世界的, 就只有你一個啊。 黃玉一聽, 就聲了一口大氣。 唉, 現在我才知道, 你們是為甚麼來找我了。 哈哈哈哈, 我早就知道, 你是為甚麼會走。 那筆錢, 足夠讓任何人出賣朋友。 黃玉忽然啪啪聲笑啊。 喏, 原來黃玉將他以前幾個沙煲兄弟的錢落了架, 所以現在催命扶地才來找他找數。 那究竟是怎麼回事呢?